金融权术中谁能破金刚浮沫圈 由少林三度组成的金刚浮沫圈 是以天头龙记结尾前最大的暴死 张无忌曾三次闯金刚浮沫圈 前两次都效果甚微 只有最后一次才占据上风 看看是把金刚浮沫圈给破了 那金融权术中除了张无忌外 还有谁能破金刚浮沫圈呢 金刚浮沫圈是杜恶杜杰杜杜难三位高僧 做了三十多年哭沉的成果 这门正法厉害之处 便是在心意相通四字 一人动念其余两人立即会议 三僧不仅自身势力强大 攻击时心意还有如一体 张无忌第一次闯金刚浮沫圈时 甚至罕见出现了内力不济的情况 因为是三人同时出手 所以金刚浮沫圈攻防一体 一有破绽其他人立刻补足 几乎是无视一切招数 想破金刚浮沫圈 最后只能跟对方应拼内力 赵敏甚至给出在三僧的饮食中下毒 或者赵陆壮克贺比翁 联手张无忌破证的可能 可见想破金刚浮沫圈 手多难 那问题来了 除了张无忌外 金文全书 还有谁能破金刚浮沫圈 张三丰能破吗 张三丰呢 是从神雕时代 活到以天时代的人 号称纵横江湖 拜请天下高手 和张无忌是以天中为二的绝顶高手 其实呢 关于张三丰是否能破的问题上 书中已经给出了结论 名将无散人之一的彭银玉 就曾建议张无忌 可以联手张三丰去破阵 对此张无忌表示 倘若我太师父肯下山相助 和我二人联手 破者金刚浮沫圈定可绊倒 但张无忌后面也解释了 除了门派问题外 张三丰五绝修为 虽已炉火纯青 但终究有些衰卖 毕竟110多岁的人 体力上已经不其常人 张无忌怕有风险 而且呢 事实证明张无忌的担忧不无道理 比如张无忌的外公阴天正 就是因为年老体衰 在二创金刚浮沫圈中 拼得油尽灯枯 事后惨死 如果张无忌联手张三丰破阵 时间拖得越久 对张三丰就会越加不利 联手的情况下尚且如此 张三丰想担任破阵 就更加不可能了 既然倚天中无人能破 那倚天之外呢 金融全书中 谁能破金刚浮沫圈 前面呢 我们分析过张三丰 因为年老体衰的情况 几乎不可能破阵 想要破阵呢 内功上至少要强过张无忌 而郭靖 杨过等人 在内功修为上 未必就比张无忌强多少 因此呢 这二人不是最佳人选 而天龙八部的绝顶高手中 如乔峰 旧摩志 肖远山等人 又不以内力见长 所以呢 这几人确定性不是很高 关于金融全书中 有可能破金刚浮沫圈高手 大概可以总结以下四人 第一人 扫地僧 张三丰虽然有年老体衰的设定 但扫地僧似乎没有 即便呢 是受了乔峰 全力一掌 仍然可以提着慕容伯和肖远山 急速狂奔 战斗力完全没有丧失 甚至呢 乔峰使出了吃奶的劲 也追不上 扫地僧作为天龙八部中的机械将神 武功呢 已经到了不可描述的境界 其看他本领是三尺七强 任何物理与魔法攻击 都会被挡在身前三尺之外 另外 肖远山和慕容伯都是天龙八部中的绝顶高手 猜测他二人连手破金刚浮摩圈 不会太难 而扫地僧仅一招 就能秒杀已有防备的乌龙博 这个两人连手呢 估计都不是其三招之底 因此扫地僧想要破金刚浮摩圈 绝对是分分钟的事情 第二名 端玉 如果以内力而论 金融全数中明确能在端玉之上的 估计呢 也就只有扫地僧了 端玉在笑纳揪摩制一身内力后 内功修为已经达到了正骨朔金的程度 除此之外 端玉还有一项绝技 凌波微步 凭借凌波微步的骚走位 处身金刚浮摩圈中的三度 即便有铁链在手 也碰不到端玉的一块一角 另外呢 根据金融先生的设定 凌波微步行走一周天 能为端玉带来源源不断的内力 这也能保证它不会出现内力不济的情况 更何况 六脉神剑还有一个消铁如泥 无坚不摧的设定 这对上三度的铁链大有优势 所以端玉破金刚浮摩圈 只需要在阵中 射出铃波微步走位 然后呢 时不时的射出 六脉神剑骚扰 不急功近力 慢慢消耗 相信破圈 就是时间问题 金刚浮摩圈 最大的缺点 就是三度自身不能动 少林三度 依靠松树辅助 防守抗压极强 因此呢 硬弓并非正导 这也是张无忌 千两四 闯真败北的原因之一了 但是第三次张无忌选择在外圈保持一定距离 结果就成了三僧认为 九战予其不利的局面 事实上 当张无忌击断三度背后的松树后 金刚浮摩圈就已经是被破掉了 可见金刚浮摩圈并非那么无懈可击 金融全数中 谁能破金刚浮摩圈 第三名是破天 是破天毫无疑问 也是一个内力怪 能练成炎炎弓和罗汉浮摩神弓的 本就是万众无一 后来他还参破了泰玄金 成为古往今来的高手第一 石破天最可怕之处呢 在于内力和武功似乎都没有上线 手中虽然无剑 剑招雪源源而出 而且石破天的武功没有什么短板 毕竟泰玄金包罗万象 剑法 掌法 内功 轻功 都能够合二为一 出手是一分不处是长是剑 石破天在侠客岛上 物我两望的情况下 就能够轻松耗死龙摩尔岛主 少林三度再强 个人成就呢 未必就高于龙摩尔岛主 石破天想破圈 只需要跟金刚符摩圈 正面硬刚就行 石破天 内功修为极高 仅凭借掌风 就能够正苏实弊 结尾前 依靠一块木板 就能做到深随心志 这种速度与内力呢 不知道三度能否吃得消 第四名 虚主 天龙八部最后的 集大成者 论轻功生法 内力武技 虚主最多呢 也就略输 断玉一丝 所以虚主存在 有内力耗死三度的可能 并且虚主对武学的理解 与研究 远高于端欲 虚主后期 光临救攻 石壁上的武学 武功剑士 早已突飞猛进 是稳稳的 未来天才第一 另外呢 虚主后期 还掌握了 降龙十八掌 根据青龙的设定呢 降龙十八掌 凌空 最多可以打到五丈远 三度因为不能随意行动 这个攻击距离呢 打过去 三度如果扛不住 就会火神声变成靶子